一项由后辈指挥部所举办的 106清晰新文艺金环奖巡回美展 这次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隆重展出 展出的内容包括有国画、书法、摄影等各项文艺创作 展现出国军军官的人文素养 这项巡回美展 首先由副指挥官沈俊隆上校颁奖表扬今年度金环奖得奖人员 同时也感谢他们对于推动国军文艺活动的辅助 县府民政处处长胡燕玲也迎邀出席 胡处长表示 这项美展不仅传扬固有文化 也彰显国军创作精神 这次得奖作品都是艺术家精心解作 展出内容非常多元 让艺术家们能有互相学习的机会 106年清晰新文艺金环奖 有两作品的争宣跟推广 传扬我国固有的文化 也彰显国军文艺创作的精神 那今天中部地区的行徽展在台湾文献馆展出 那这一次得奖的作品都是每位艺术家 积极努力创作的精湛作品 那展出的作品的项目非常的多元 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藉由巡徽展的展出 让艺术创作者可以互相的切磋跟观摩 那今天巡徽展的一个展览 也让艺术家不同的一个创作理念 可以互相的激荡跟对话 那今天在这里展出 让我们中部地区的民众 可以就近来细细的品味跟观赏 生活就是艺术 那藉由观赏精湛的一个作品 可以增添生活的趣味性跟丰富性 那也要在这里代表南投县政府 代表林县长 感谢国防部后备指挥部 推广艺文的活动 增加国人对艺文的一个认知 也培养了国人的一个建设能力 国事馆台湾文献馆馆馆长张宏敏表示 这次展出作品都是透过评选方式 得奖作品在这里展出 包括有国画 西画 水彩画 集书法等等 从展出作品中可以看出全民国防 以及国军保家卫国精神 非常值得前来欣赏 那这个新清新唯一金环奖 它今天再次经过 就是他们是透过这个所谓的一个评选的方式 在这边做一个展览 那这边里面今天的这个展览 大概就是我们它里面有包含一些国画 西画 水彩画 那还有书法跟摄影展 那从这些展览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新清新唯一的这个画家 他们在这个里面能够包含的这个画作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它包含一些全民国防这种概念 还有国军这个保国卫家 还有这个对地方上面的一些急难救助 那可是也有一部分是比较属于感性的部分 比如说是画风景或是画传统的一些 画一些传统的一些的画作 那摄影展方面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想说今天在我们台湾文献馆这边跟他们来 他们来我们这边馆内办这样子一个活动 也是让全民能够对我们的这一个艺术 能够有更深的一个培养 那透过这种生活上面的一个 生活上的一个美化 一个美学的一个欣赏 能够提升我们国人在生活艺术上面的品质的提高 回中特别邀请到 南投县秦西新唯一会员 包括有赖威严 廖树黎 以及洪秦清等三位大师现场会号 吸引许多民众住宿观赏 副指挥官沈君隆上校则表示 清晰新闻一角从创办至今 传承与创新使命培育了很多一部人才 凝聚了后辈干部情感 发挥清晰能量 并且推广全民国防理念